金正南谋杀案大家还没忘记吧 死者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哥哥金正南 他去年在我国被人毒杀 嫌犯是两名外籍女子 一个是印尼人 一个是越南人 他们都声称自己被人利用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手中是毒药 辩方律师是信心满满 认为两名嫌犯基本无辜 可是今天法庭的宣判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国际社会关注的金正南命案 从去年开始至今历时10个月 今天终于有了判决 高等法庭成审法官阿兹米宣布 26岁的西蒂艾莎和29岁的段士香 谋杀金正南表面罪名成立 需出庭自辩 阿兹米表示控方提供的证据证明 两名嫌犯与朝鲜合作 有系统地执行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以谋杀金正南 听闻判决之后 辩方的律师有没有提出上诉呢 首先印尼籍嫌犯西蒂艾莎的代表律师表示 他对判决感到失望 然而目前阶段辩方无法上诉 他们必须观察自辩结果 再决定下一步 一般预料 这一宗命案的司法审理 不会那么快结束 因为无论判决如何 控辩双方必定有人提出上诉 不会那么轻易放弃